大家好,我是英文人生教練 不好意思 叫做英文人生教練 講的就不只是英文那麼簡單 英文人生入面 人生於世上 少不免會講一句粗口 粗口來說 有些非常明顯 你知道是粗口 有些說了你都未必知道 那怎麼辦呢? 約會心理學上提供了三個方案 第一就是不要說了 第二就是借音 無奈 無奈就是借音 所以只有兩個方案 講到英文的粗口 大家都會想到一個F字 沒錯,就是Funk 叫人收聲 你會說成 shut the funk up 這句是非常粗魯的 那怎麼辦呢? 唯有借一借音 講到那個F字 大家一定想起門 不是所有人都用後門 所以我們會用前門 我們就會說 shut the front door 它代表 shut the funk up 當你驚嘆感慨的時候 你會說一句 what the funk 這句也是非常粗魯的 那怎麼辦呢? 剛才去完前門 現在就去後門 找一隻鴨 所以是 what the duck 代表了 中西文化差異 一直都非常之大 好像中文 屎這個字 是完全沒有粗口的意思 因為香港 到處都是 但英文 shut 這個字 反而是粗口 在電視上說 是會被人 X的 中文的射字 大家講完都很尷尬 好像射箭 射籃球 嗯 英文 shoot 反而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外國人可能是喜歡射 多過押士 所以我們會用shoot 去代替 shit 你不信別人的神 又不斷說別人的神 Oh my god 這句就等於你入廟 拿別人的神主牌來舔 那怎麼算好呢 不要緊 我們有借陰陰的 這裡 叫人收聲 就會叫做 sh sh oh my god 說到一句不想說 你會說成 oh my god sh 那就搞定了 另外也可以加個 o字給guard 可以變成 oh my good 但這句好像有點不對 good 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我會變成一樣東西 就是 oh my goodness 才對的 有人會說 那為什麼要說粗口呢 你看看 本性來的 但有時候 你以為你好型 其實就是 inappropriate 所以 借陰陰 可能可以幫你解決到這個問題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 Shit 這句是短音 記住 如果拉長了 假裝了 Shit 就會變成一張紙 What the fudge 大家看 這麼多小朋友走過 Shit 這個字 來就這樣 往下 一 三 三 三 禮 三